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住飞机离开高雄 开启十三天的日本行程 小型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型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将由和歌山出发 坐渡轮 到达对岸德岛线 前往名门海峡 观看壮观的悬波 参访医生要来一次 1368级台阶 四国秦平 金刀笔骨工作本宫 顺访完归城 日本十二座 现存天守之一 前往德岛线大部威 探访藤蔓编织的桥梁 日本三大骑桥 祖古藤蔓桥 品尝当地烤鱼 偶遇观光列车 观看来岛大桥的状况 体验海岛风光 体验海岛风光 万步岛波海岛 感受建筑美学 松山道后温泉逛街 温泉街少爷中塔定时演出 坐调已登城 松山城里走一遭 高松港逛逛 车站表情很可爱 坐缆车上 德岛市区 巧遇德岛吉祥木 得岛阿波舞祭典 日本三大本舞 感受情热之得岛 整个县都在热情跳舞中啊 和歌山巧遇人者 田边市斗鸡神社 雄野古道中边路起点 日本第一大鸟居 世界遗产参拜道 雄野本宫大赦 日本三大鸟居 雄野纳志大赦 青岸肚寺三重塔与纳志瀑布 日本最高缆车铁塔 圆条富士山 三重县玉载所掠 四级景色大不同 日本人一生必来 三重县衣室神宫 五十灵川环绕神宫 造访带梁谷 各大神社人潮多 石灯路灯有化了 路比人多 体验路面对食物的热情 今晚住这里 敬请期待后续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